新历的2023年就过了 旧历的贵某套年就还没过 上面的伟大的金鸡角的东西就不用怎么看了 你们有眼看都知道有多差 不用我说的这些东西 不要听那些人说 哎呀,很好啊,上面很好啊,有多好啊,有多好啊 假象来的 不要听那么多金鸡角人说的东西才行 那你说,贵某年就没过的 那现在还是走着贵某年甲子园 还没正式进去这个甲神年的 之前两天出生的那个第一个凌晨BB那个B女 那个B女都是熟兔的,不是熟龙的 大家要记住 即是继生肖出生的那些东西 你未过纳春是继前一个生肖的 所以那个元旦B女 她不是元旦,她是熟兔的 她是熟兔的年尾出生 她不是熟龙的年头出生 所以她是兔女不是龙女 虽然那个是爸爸妈妈的第一胎 但她是得罪说的那些东西 那我们计八字就不是这么计算的 那你说,那我去年年中 挨近尾那时都跟大家预测过 今年,不是,明年夹晨年香港 即是不是用香港做立极 当然你会批那些术数的东西 是伟大的留下来的五千多年文化 那当年立极点就不是在我们香港 一定是吧 那你们说都知道立极点应该在金鸡角那头 那以金鸡角做立极点 那即是整个八字都是看整个金鸡角的 是吧 那我们伟大的小香港 我们小香港都是一只鸡脚来的 所以,就不是 就是看这些八字就不是一定用香港做立极点的 一定是用伟大的金鸡角做立极点的 那我就看,我都说过了 预测过,明年的八字都不是漂亮 正所谓金木交战 金是金融,木是地产 那即是两大经济之处 那就是在那里打架 打架你真是打架你都要看哪个厉害哪个不厉害 但可惜他们两个都势均力敌 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打架 那只会有什么出现的 你问一下,你问一下 你问一下伟大的掌品小姐都知道 两个人势均力敌 打架可以做什么 就是两败俱伤了 金鸡木两败俱伤 你想想,哇,我不说了这件事 你们自己 用自己思想想想 明年有多差 况且我还预测过明年 一定车船飞机这些交通工具一定多事 地铁也是交通工具来的 我告诉你们 你不要以为地铁不准 你不要以为,师傅没有说地铁 你真是地铁乘搭 地铁就脱轨给你看 所以就不要跟师傅争论 师傅私家车行不行 私家车不是车的 我告诉你车船飞机 大哥,你不要跟我说 私家车货车是不是车的 那些不是车来的 我告诉你,那些是变形金刚来的 那既然我告诉你车船飞机都多事故 那大家一搭车便打醒十二分精神 因为明年金木交战 金木不代表,不仅代表金融和地产 金可以代表交通工具,车船,飞机全部都是金 那既然明年都多事 今年都未入,都未到甲晨年 昨天就撞飞机了 是吧,好彩没人 好彩那一架三百多人就没人死 但是另外那架飞机那五个人就不知道去了哪 走了就我不知道 有人说他离难,有人说他失踪 失踪和离难,大家自己想想 然后撞飞机之前一个星期左右 上个星期我刚刚录完,好像是星期四 星期四我刚刚讲完 中环码头又撞船了 虽然没人受伤 但是船头都差不多散了 还有你们今年2023年 我在2022年已经跟你说了 今年2023年一定通街都是贼 那你们整个2023年都过了 你们过了整个2023年 那你觉得我原言有没有中到 是不是真的整街都是贼 那些打劫啊 斩人啊 无日无知 在荷里活讲场走过转都说死两件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有时候地运的东西是差就是差的 没得争吵 真的你说那师傅怎么避 没得避 这些地运天运的东西 哪有得是你们人力所能阻止 那你说2024那怎么算好 怎么算好 没有了 我很多节目 我在节目上都不断地提醒大家 真是要在这里有正 因为我说过2024年 甲晨年 甲晨龙年 正式踏入甲晨龙年 那开始 开始十年丙火年 十年丙火年 丙火年叫什么 我一早已经很多 很多节目都讲过 丙火年叫做天佛之年 那要怎样被这个天佛之年 很多节目都已经讲过出来 要大家远离邪恶俗心 我说邪恶俗心 很多都叫邪恶俗心 那原来邪恶俗心的人和事 不要跟邪恶俗心那么多交集 不要说 邪恶俗心的消费便宜 邪恶俗心的什么 不要跟那么多邪恶俗心有那么多交集 一个人 首先 你要清洗自己做个好人 自己变回一盘清水 就不要再去坑渠水 跟他们玩那么多 坑渠水和雨水 都要分开两条渠 坑渠水都不能整天过去跟雨水玩 坑渠水说要跟雨水玩 雨水都说不行 你是坑渠水 那一滴雨水 那滴雨水这些就叫四个字说完 结身寺爱总之 没得避 避就不是说没得避 我尽量叫大家做多些善事行善积德 有大灾大难起码有些阴德拿出来顶下也会那么伤 我拿昨天撞飞机来说 昨天的飞机三百多人 飞机铲落跑到鸡尾着火 鸡尾着火 鸡尾到求生那里 那里叫什么门 总之那里逃生门 鸡尾逃生门开不了 着火开不了 鸡尾中间开不了 就把那些人移动去鸡头走 幸好因为他在鸡头走就走得了 还有你看看 有片吗 很多网上全部都有片 你们看一下 日本的工作人员 是让那些乘客走完才走的 他们的机长是最后一个走的 你们看一下这些就是质素 如果昨天的飞机不是在日本的 在某些国家的 说大佬我们的宗族人员先走了 你们死你们事 这些就是质素的问题 有人问师傅最近日本 为什么突然间这麽多事出现 因为你们不懂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看风水的人就会看到 因为根据九宫飞升来说 贵卯年五黄的灾星飞到东边 接着今年甲晨年 现在甲晨月 甲晨月流月飞升粒二黑位又是飞到东边 那流年撞流月这些叫二五同工必选主 在那个地区的人一定有损伤 所以为什么日本地震就是这麽意思 你说将来会怎样 将来你看看明年甲晨年 二黑的病符升 你要记住是二黑病符升 二黑病符升除了管病之外还管地震 二黑病符升明年就飞到东南边 那你就看看 用金鸡角那个地方来做立极点 接着你就看看东南边是哪里 你就看看那边是否特别多地震 因为我们2023年未退得完云 2023年的二黑位就在西北 所以你用立极点在西北画个十字 你看看甲晨月是否在西北边 然后再扩大你看冰岛是否在西北边 冰岛和甲晨月是一齐地震的了 所以我说二黑位管地震 外面东南位一定出事